大家好,我是洛洛 今天讲一部脑洞大开的影片 世界奇妙物语之厌借妻特效药 男主和妻子是结婚多年的夫妻,早就没了激情 日常妻子和男主谈论一些话题 男主也只顾着看美女杂志 晚上,妻子想做羞羞的事 男主赶紧以太累了为由,关灯睡觉了 第二天,男主和同事谈论到夫妻生活 这时,男主看到海报上的美女 幻想着妻子要是长成这样,就没厌倦期了 晚上回家时,看到一个药店门上写着厌倦期特效药 男主就好奇进去看了看 店主拿出一瓶药,一个月的量,让男主买 只要几万人员 男主有些犹豫,这是店主给的男主一颗药 让男主试试,还是一定会中意的 回到家中,男主吃完药,坐在沙发上继续看着美女杂志 这时妻子洗完澡出来,男主抬头一看 妻子现在变成了杂志中的美女,吓了一跳 不过很快就适应了 看着大美女睡在自己身旁 就不客气地做起了羞羞的事 早上男主起床,赶紧去找美女,想甜蜜一番 结果美女回过头,竟然变回了妻子的样子 男主顿时懵了 然后来到药店,药店老板说 这个药可以控制你的精神,把妻子变成理想中女人的样子 男主立即想到了那个杂志美女都乐傻了 赶紧买了一个月的量,立即又吃了一颗 回到家中,男主果然就看到了美女 两眼放光,直接拉着美女一起去洗澡了 晚上两人坐在沙发中,美女认真地看着肥皂剧 可这时男主看着美女,满脑子都是羞羞的事 立即关了电视,把美女拉进了卧室 之后两人变得和刚热恋的小情侣一样 还一起与公园特别甜蜜地拍照 直到这天,美女拿之前在公园拍的照片给男主看 男主看到照片中的美女还是妻子的样子 意识到原来照片是不会变的 这时美女又拿出了男主和妻子曾经恋爱时拍的照片 怀念了之前的时光 男主看着照片中的妻子 突然觉得眼前的美女样子很陌生 感觉自己像惊人出轨 从大以后,男主却开始有些躲着美女 晚上对美女也提不起兴趣了 有一天,美女终于受不了了 就问男主为什么总是躲着自己 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还说知道自己既不可爱又不漂亮 就连你向我求婚都是奇迹 这时男主会想起当年的求婚 妻子也是同样地说 我既不可爱又不漂亮 男主当时的回答是 我就喜欢这样的你 然后男主看着美女慢慢变回了妻子的样子 这个要可以控制人的精神 把妻子变成自己理想女人中的样子 而现在妻子本来的样子就是男主眼中的理想女人 男主立即抱住了妻子说对不起 后来男主将特效药全部倒进了垃圾桶 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天男主忘了个文件 妻子特意给男主送了过来 并嘱咐男主早点回来 这时男主回过头 脸却变成了电视中那个男明星的样子 原来妻子也买了特效药 故事就到这里 本以为是个回归家庭的微信剧 没想到结局却细思极恐 不过如果真的有这个特效药 确实可以大大加少离婚率 让更多的孩子在完整健康的家庭中长大 只不过对方眼中的你可能不是真的你而已 这就刹伤到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的问题上了 除此之外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另一件事 如果你想要苍老师 小子玛丽亚 不断也尽意 首先你得有个女朋友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